在外頭吃飯可能要多加留意 只有民眾到夜市外帶藥燉排骨 沒想到回家之後 忽然發現裡面怎麼有蟲呢 跟業者反應雖然被退廢了 但對方說了 這是比較少見的中藥材 他忍不住上晚發問 但習士到了中藥點詢問 業者則說啦 中藥本身就是植物 如果你沒有冷藏的話 放了兩三個月 的確可能受潮會長蟲 一大鍋藥燉排骨 冒出熱騰騰的白煙 再看看這鍋底 用中藥包熬煮 得要燉至少三小時才及格 想吃一碗暖暖身 卻有消費者吃出精魂劑 一堂直撈起竟被加料 網友在臉書po文 到夜市外帶要燉排骨 沒想到回家倒出來 卻有像蛆的物體浮出 詢問店家對方說 這是少見的中藥材 最後退廢 但其他網友留言 如果是中藥為何退錢 還有人反諷說 難道加了東蟲下草嗎 詢問其他業者 中藥如果沒有妥善保存 確實可能長出大問題 白白在最近化眉 那已經要丟掉 我沒有發現過那個長蟲 我看到 聽到這個太可怕了 藥燉排骨 燉出蟲 連其他業者都嚇到 但為了避免中藥變質 不同季節進貨量也就不同 在實際走一趟中藥店 中藥才一把一把抓 來個藥燉配風 這裡進貨量大 保存更是不容易 中藥都是植物類的 假如說不冰的話 差不多兩三個月 就可能會長蟲 放久只會長那個小蟲 那個很小黑黑的一點點 那個還是安全的 你假如是長那個 好像區樣的那種 那個就是壞掉 跟著老闆的腳步走進 這30坪大的冷凍庫 各種中藥材妥善存放 就怕受潮損失慘重 冰一年以上都是OK的安全 因為它本身植物是乾燥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就壞掉 中藥才保存有配方 民眾資格在家料理之前 最好也觀察看看 這中藥有沒有異狀 一免把問題吃下肚 記得張曉原 吳振宇 台北採訪報導